我们还是画不同形态的组合的黏鱼 比根处加水 我们画黏鱼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用 用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用大的提抖笔 大提抖笔画 这样画出来黏鱼 墨色有变化 其实画黏鱼呢 可以练习你这个笔墨的运用 我们先画一个 两个 看怎么去组合 这是一个补一笔 补一笔头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我们稍微加点水 不加水不行 笔头上点一点墨就行了 这个画到这 你看好 这样两条不同形态 好 接下来我们就画它的 塞帮子 然后把它齐 把这捏扁了 开始画它的鱼狮子 往后走 嘴巴 嘴巴 七 好 我们接下来画这个 补一笔 这是这边的 翻上去了 翻上去了 我们先把毛笔也给它捏扁了 画它的鱼身子 然后把它的旗给画一下 胸旗 腹旗 嘴巴 其实画的时候 这个嘴巴呢 不一定非得都那么 严丝合缝的 给它画了那么具体 就是有那么一点意思就行了 然后我们点眼睛 因为我们是写意写意 意思到了就可以了 这边眼睛小一点 就是窄一点 因为它转过去了 所以这边就稍微宽一点 大一点 这个同样道理是一样的 一里八丁 刮它的背起 按下去 起来 这个也是 按下去 起来 好了 就这样子